我想请问北科大,我想请问教育部,我想请问文化部 一个学校的校舍的用地的取得 要高于高于高于一个百年建国啤酒厂 一个活骨鸡的保存吗? 立委王洪威再度针对建国啤酒厂读根案召开记者会 王洪威表示建国啤酒厂从文化园区变更为 将部分土地作为台北科技大学用地 监察院在今年9月5号就已经提出纠正 更痛批此案都省会10月22号才要进行讨论 台湾烟酒公司就先去办理土地分割 当地朱园里里长也质疑 台九急着分割土地是否已经确认北科大会取得土地 都省会都还没有通过 那么原来都省会是10月22号预定 在这个第一案再讨论 10月22号才要讨论的事情 但是呢 他们9月就去完成分割 然后跟大家报告 你看到这个时间 他们不知道到底在急什么 10月22号要开那个都省会 然后呢 他们在申请付 就是在重复葬梁的日期是10月24号 看到没有 行政院你们在演哪一出啊 所以原来内政部的这个都市计划委员会 都要配合演出吗 我到时候我还是会参加啊 我就要看各位委员 是不是完全在配合演出 10月22号开会 他们在申请付账的时间是10月24号 你看到没有 简直是超完美的衔接 所以今天行政院就是硬干到底咯 把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 当成橡皮图章啊 我到时候就要问这些委员 是不是你们都变成橡皮图章 那现在这个既然是我们还在审议中 刚才委员有讲到说 我们现在在接续的会议审议是10月22号 他们就在做一个所谓的 在做分割检枝的这种动作 事实上是不是已经是 那程度委员所讲是不是确认 已经都知道了 这个北科大来取得这个建国啤酒厂 这个土地绝对会通过 其实这个地方 假如说绝对会通过的话 还是一样 前行政院跟现在的行政院院长 还是能再藐视我们地方的名利 台湾历史资源经理学会副秘书长黄俊达表示 啤酒厂分割后不仅不利于古积活化 还让土地价值增发了229亿 台湾烟酒公司工会全国联合会前理事长 赵明源则表示 古积是全民的资产 一旦丢弃就无法挽回 其实这边有颜色的色块 其实多半都有文化资产保存的身份 不论是古积或是历史建筑 那其实实际上学校要要去的空间 其实就是占去了 所有的几乎三分之二的文化资产的区域 那其实也是无视于现在 其实都在这个古积区域 其实是一个活的产业在运作的工厂 那把它分割出去之后 其实两边其实都不能够很好的 其实它就是先让这个生产的过程 其实就会先闲置下来 然后两边再想办法让它再活起来 那其实监察院其实也 之前针对这个台北市政府跟台九 其实也有一个活化的想法 只是被监察之前的行政院 直接就否决掉了 让它现在在推动的是 让学校进入的想法 那这个部分其实监察院 其实也有提出纠正说 这个其实就是直接让台九公司 土地跟相关的价值 蒸发了229亿 没有一间公司会让自己的 企业的资产蒸发这么多 所以其实台九其实是受到其害的 那这个监察院其实也直接指出来 那另外一个部分 其实就是对这个过程 其实对文化资产 其实非常不尊重的 台湾啤酒文化园区 借国啤酒厂 它是属于一个全民的资产 政府是随时可以换的 全民的东西是一丢了 就拿不回来了 这个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 可能检察把那张图弄起来 各位可以看 大学二的用地 就是把建国啤酒厂 渭水路那边一进去 整个的通通给了北科大 建国啤酒厂以后没有大门 或许以后的大门 可能是在巷弄内 这个是已经105年的一个啤酒工厂 而且是还活着的一个啤酒工厂 我们是从民国84年开始 就在一直推动啤酒文化园区 然后也获得了在行政院的一个正式的会议决议 就是郑文灿短短不到五个月的时间 就把整个单子全部推翻 对于申请土地分割 台酒公司表示是依循行政院会议结论办理 我们台酒公司是100%由国家持有的国营企业 所以国家的政策就是我们必须要遵循 依照行政院的会议要求 我们在今年的10月18号 送件到台北市中山地政事务所 办理土地分割当中 目前还没有分割 可能程序上可能要一两个月以上 黑箱作业 你好事问之 令委王宏伟表示 自己百分之百支持教育发展 但建国啤酒厂有超过百年历史 且至今仍在生产 被称为活骨鸡 百年活骨鸡只有一个 没办法替代 必须全力维护保存 也呼吁行政院要停止错误决策 记者理系会台北报道 得到 救助 当来 于 优 帽子 飡